我怎么的证明这话是真的呢 我找陈寿康老球 陈寿康一评估 你要多少钱啊 一亿美元 好了 你说的两个是合法的票据 两亿美元的话 还有合法的 你可以再去卖 更重要的是干嘛去你知道吗 你要认识马明哲就好了 你要认识董文彪就好了 如果是王岐山要再出个席 姚姓出个席 或者一出席 你看我这两幅画 就放你那吧 那就用点钱 再评估一下吧 一评估 五亿美元 我带50% 两亿五拿走了 画哥你那 哎 战友们再看啊 马明哲 平安保险 保险了啥 保险了画 全中国最大的艺术品市场保险 马明哲 买画最多的是谁 董文彪 拿着银行的钱 储户的钱 查查董文彪 收了多少画 全是假的 连习的弟弟 习远平被唬的一愣一愣的 平安集团 如潜龙一般 在全世界上行贿 广他买到西方的字画 所有的东西 送出去的东西 真的能堆成一座山 董文彪通过画洗走的钱 真能买下一座城 所以记住民生 招商 圣经 北京银行 平安 所有最后老百姓存的钱 都会通过这种那样的手段 抵押 过度抵押 假的变成真的抵押 都给你洗走 平安保险的钱 很多都是艺术品的抵押 都是这样子的 扑发银行 兴业银行就更不用提了 这是为什么我在台湾看到几家 拥有那种字画 给我显摆说 我是台湾完了 对台湾的文化腐败 对台湾的所谓的艺术的腐败 对台湾远远超过一切的伤 比导弹很厉 他对西方灵不灵 我最起码在几个像家里边看到的 都是中国人送的字画 而且这些所谓的外国领导者 完全没有任何顾忌的给我宣扰 这是马云送给我的 这是马明哲送给我的 这马明哲送的我第二次 火狱这幅画 绝对未来出世之 是中国之震撼 但最终这幅画 你不知道在哪儿吧 这幅画就在马明哲手里 如果我没有猜错 这幅画应该在北京城某个地方 也有可能就在 王岐山的秘书周亮那里 只有这幅画 马明哲才能拿下王岐山和周亮 这幅画我觉得会像世界上 历史上一样一样的 一幅画一个玉器 能引起一场战争 非常好玩的事情 两个月前听说 习大神知道了这幅画的下落 开始追查这幅画的下落 我今天给你报个料 中国平安集团董事段永宏 段永宏是平安的董事 温家宝家的代言人 被抓去了四年消失 两周前段永宏出狱了 就在今天此时此刻 今天上午十点钟 段永宏的先生在英国 伦敦写了一本 他太太 他已经离婚了 已经离婚了 写了一本中国的腐败的书 今天出版 今天纽约时报或华尔街日报 可能会采访 此时此刻 段永宏是什么人呢 平安的董事 温家宝的代言人 马明哲玩到这程度 马明哲把段永宏送到监狱 以为温家完了 现在段永宏出来了 他老公还出书了 别忘了 没有温家宝 没有习近平 谁当时说假话 陷害段永宏进了监狱 段永宏绝对是个好人 我告诉你 段永宏绝对是个好人 谁陷害段永宏 马明哲 为什么现在段永宏出来了 马明哲要出事了 段永宏是帮助了 知道马明哲底细 可以说中国最多的人 知道平安秘密最多的人 买古董压古董买话最多的人 火狱这个话 最早接触者可能就是段永宏